中美關係暫時穩定下來 暫時進入談判期 暫時因為沒有選舉 所以不用再吹所謂的民粹 在中美關係上 台灣的這個政治氛圍 你很難把它做衝突點 正當中美需要一個和緩的空間 大家正在蓄力 台灣剛好也發展到一個 相對不抗中跑台的低點